大家好 欢迎收看《行销论》 我是杜占林 明逊2021财政年第三季经历 按年减少11% 首三季经历萎缩4% 首三季标准化盈利 分别占MADF投资研究和市场 全年预测的75%和72%符合预期 同时该公司也宣布派发 四仙股息也符合预期 虽然光鲜业务按年飙涨21.7% 但是这项业务对集团的贡献微不足道 只占总收入的比例不到6.3% 另外由于Hotlin后付计划比例增加 将稀释整体后付业务 每位用户平均收益 此外考虑到2022年预算案中 提出的一次性繁荣税 行家下调2022财政年预测11% 但是维持本财政年的盈利预测 和综合评级 目标价是4令吉 吴世贤 您需要用户平均衡 您需要用户平均衡 我们需要用户平均衡 并次成为腰 另一桩 我们需要用户平均衡 一和復地形成员 我们需要用户平均衡 到底做什么 并次成为 那三桩